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身上现金手机都被抢了 身心受创 另一起类似案件则是发生在今年2月 三名男子跑到新北五谷一座社区 往阳台丢鞭炮和高空烟火 一楼住户被惊醒赶忙拿灭火气灭火 我有看到三个年轻人 就撬开我们家那个铁门 外面那个阳台那个铁门 然后丢进来 丢进来 然后你们自己扑灭 我们自己扑灭 是有来过就是我有报警过 这群人显然有备而来 为了躲避监视器甚至戴起猪头面具 放炮同样是为了逼债 竹林名人新庄分会到新干部 除了二月放炮逼债 三月因车行注定纠纷 纠重恐吓车行员工并砸车 去年底也因认错黑市黑车手 刺商人并上考限制自由 这阵子疫情趋缓 黑市的确纯粹欲动 新北警出动百名警力 扫荡多名制评对象 不让他们继续嚣张 三连新闻这一网站如新北报道 三连新闻这一网站如新北报道